我今年是81歲 我估計我的壯命會有95歲或以上 如果這400萬沒有不見 我今後的日子會覺得輕鬆很多 來95歲, 還有14年 計算數, 400萬14年評分 每年差不多有30萬 不過, 枉白這筆巨款 在10天內突然消失 當然是… 可以說是… 什麼都沒有想過, 是這樣的 一月中, 枉白在家附近一家銀行 開了一個400萬的儲蓄戶口 誰知不夠10天 戶口內的400萬不易而非 一月尾, 收到一個電郵說 我有些錢被人提取 我就去銀行檢查 發現我的400萬已經全部被人提取 分八次 收款人有兩個 一個姓楊, 一個姓李, 我姓王 肯定不是我收 每次拿多少? 說不定的 最多的是100萬, 最少是300萬 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 就像情編悲哩一樣 都不知所措 因為我還沒細心想過 明明自己沒有提款 為何有人可以冒認自己身分 把這400萬神秘轉走? 銀行的回覆是有人用我的名字 開了一個網上理財戶口 你用這個戶口來回走我的錢 那些電話確認、通知 我是收不收的 一次性密碼, 我又沒收到密碼 什麼純粹都受不了? 銀行又說做足正常交易手續 難道銀行的安全系統出現流動? 問題關鍵是 王伯為何突然開一個 400萬巨款的存款戶口呢? 原因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在1月8日 我收到一個來自深圳的 公共局的視像電話 三十多歲的男子 身穿著警察制服 就說我的戶口要花錢 用我的名字來登記 是用我的回鄉證號碼 裡面打開的保證 紀錄在這裡進出 看看錢都是很吻合的 要我給一些保釋金 就可以在香港來盤問我了 要我在銀行裡開一個戶口 放一些保釋金進去 為什麼個人資料 會落在騙徒手中? 81歲的王伯 曾經擔任大型電子產品 商品企業的高級工程師 之前在內地工作了二十多年 所以個人資料被編圖盜取 絕對不奇怪 王伯自問走得正, 站得正 對得住天地良心 既然沒有做過任何作家犯科的事 為什麼不拒絕? 最後反而配合受審? 原來是玩火自焚 我絕對不相信 但是我沒有什麼付出 我弄了一些人在這裡 是我自己的戶口 沒什麼問題 人家也拿不到 我堅守密碼 電腦也沒有密碼 手機也沒有密碼 或者平時不關他的事 又沒有這個密碼 又有其他用途 我堅守這件事 拿不到我的錢 我就跟你玩玩吧 你拿不到我的錢 你拿不到我的錢 是 那就玩玩吧 看看你有什麼付出 就算是, 我未能敢百分之百肯定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的, 我就大劑 偏徒不是跟你玩玩 當然使盡各種工心計 其中一招就是利用王伯太太的病 向王伯使出情緒勒索 她是十二、三年前的中方 是相當嚴重的 動過六次手術 現在康復後 有壓肢、許核症 思維各方面的事都受到很大影響 王伯不可以離開太太半步 交換條件就是龐大甘牙 在太太的情況 她說照顧你 你可以在香港做一些答辯 但是要給一些保證金 保證金是放在我自己的戶口 不是放在她那裡 當這個情形澄清後 我沒事了 就會還給我 她指定一根銀紋或金額 我就照她這樣做 她當時指定多少錢 保證金是以你總資產的金額 自己計算出來是四百萬五常下 但求我自己人身安全 她做什麼我就說什麼 最初就說跟騙徒鬥志 不過做得騙徒也受過訓練 騙徒按著你的心理變化 而不斷變招 這次騙徒就來一招親自送上門 送給我的那個 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說多一口好的粵語 給一個逮捕正我 所以我要逮捕我 隔了幾天就給我一些保密證 就是保密協議 說我這個案件很嚴重 如果你說不保密 戴徒知道了之後 會打草驚蛇 看完之後就要在鏡頭裡 我看了 承認看了 然後撕到相當稅 不要留下一支 其他的珠色馬色影響 如果是真的公安 才是因為大陸有一個海外執法 被不照著做 這本來是一個泛白的行為 起初想著玩 不過這個遊戲 普通市民真的玩不起 這個時候 枉白基本上對騙徒 已經言聽計從, 玉除砧板上 你開了新戶口之後, 你怎麼做 我要將戶口名、號碼等 告訴騙徒 才可以作為我的保證金 謎底揭衷 四百萬消失並不是忽然 而是早有泡排 編徒叫你開戶口 你以為只是對方知道帳號這麼簡單 其實他早已掌握個人資料 更改密碼 開多個戶口, 轉帳 易軸銀行正常手續交易 當時人完全被蒙在鼓裏 四百萬不知不覺付諸流水 您撥到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請您稍後再撥 騙徒得手後, 當然虛如黃學 四百萬並不是小數目 慶幸黃先生還有其他投資和積蓄 有經濟能力去支付生活日常所出 並未去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錢追不回, 唯有光明正大面對 大方承認過失 令偏圖惡行曝光 阻截其他人重度覆轍 但之前你說跟他們玩一下 你覺得這次是否玩大了 出了我的意料 因為我先想著 拿不到我的錢來玩, 現在能拿到 所以整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這四百萬的數字不足 但是在我來說, 也不是全部 而他們說某些其他人 生活不太… 比較關鍵的 這樣他們真的好過很淘汰 所以怎麼過了 以下的日子 因為是屬於棺材本來的 我覺得這些人 對於退休的老人 都用這種手段 就是很多無良的